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零点 以及零点缓冲区的概念 从数学上讲 三角形的零点位于三角形两条边相交的位置上 直行的零点则是它的两个端点 三个点本身就是一个零点 然后我们来绘图看一下 比如这是一个三角形 那么这一个就是它的顶点 这一个也是它的顶点 这一个也是它的顶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直线 直线它的两端的端点就是它的顶点 就是这一个和这一个 如果是一个点 那么这个点的本身就是一个零点 在上一期课程中我们学习的 一个模型可以由很多三角形来构成 那么我们在存储这个模型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存储的不是三角形的数据 而是三角形这三个点的数据 由于一个模型由多个三角形构成 那么我们存储的数据里面 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零点 但是在三地编程当中 零点具有更多的含义 因为零点不仅仅是包含空间坐标 它还包含了颜色 还有法线 文理坐标 以及一些其他我们之定义的属性 从本质上来讲 在三地当中 零点是有空间位置 和各种属性组成的 在三地当中 零点是有空间位置 和各种附加属性组成的 例如 在前面我们就学习到了平面法线的概念 我们在存储的时候 就会将三角形的法线 和三角形的空间位置信息存储到一起 这个时候 零点就包含了法线的属性 因为我们在传递数据给GPU的时候 我们传递的是一批零点的数据 而不是三角形的数据 很多时候 我们想要在GPU处理的阶段 获取到三角形的法线数据 但是因为我们传递给GPU的数据 是零点数据 那么我们也就只能够获取到零点数据 为了能够获取到法线数据 那么我们就只有将法线数据 存储到零点数据里面 然后在GPU处理的阶段 我们就可以在零点数据里面 直接获取到法线的数据 有些时候 我们还想在GPU处理的阶段 获取到我们是第一的数据 这个时候 我们也需要将数据存储到零点数据里面 在开发当中 我们一般都会对零点数据 进行一个简单的封装 常规的方式有两种 比如第一种 我们会第一个结构体 来描述零点数据 它其中可能会包含 空间坐标位置信息 打线数据 颜色 等等一些其他的数据 还有一种做法 就是分别定义 比如下面这种情况 我们会分别定义 它的空间位置信息 打线数据 或者说颜色数据 大家要注意 如果是第二种方式 我们在定义这些数据之后 再使用的时候 这些属性的长度 肯定是一致的 比如我们可以在Unity3D里面 来验证一下 我们给这个小球添加一个脚本 然后我们来获取这个小球的模型数据 在Unity3D里面 这一个Mesh 就代表了这个模型的数据 那么通过这个Mesh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 它的零点数据 发现数据 如微数据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数据 然后我们来输出一下 看一下它里面这些数据的长度 比如它里面有零点数据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里面有发现数据 我们还能够找到 UV的数据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我们就会发现 它里面的这些数据的长度 都是515 之所以它们的长度相等 是因为我们分别定义了这些属性 但是这些属性 却必须要一度印起来 因此它们的长度肯定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会将 模型的所有三角形的零点数据 都放置到一个列表 或者多个列表里面 然后我们将这些数据 传递给GPU 比如我们可能会将模型的 所有三角形的零点数据 放置到一个列表里面 那么最终的效果就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存放的就是0.0 然后这里我们存放的就是0.1 然后这里我们存放的是0.2 后面的这些数据是一次了一推 我们会将所有的三角形的 零点的数据都存放到一个条带里面 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分成多个条带来 分别进行存放 比如下面这张图 那么我们在这里 就存放的是空间位置 就存放的是空间位置信息0 然后在下面我们会对应存放它 比如说 然后把线0 然后存放它的颜色信息 然后存放它的颜色信息 在这里就开始存放它的空间位置1的信息 在这里存放它的颜色1 在这里存放它的发现1 然后存放它的颜色1 那么后面的也就是依次了一推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将数据传递给GPU 为了能够让GPU访问我们的数据 我们就必须将零点数据 放置到一个缓冲区的容器当中 那么专门用于存放零点数据的缓冲区 我们就称之为零点缓冲区 为了能够上传数据 我们一般要做如下几个操作 首先我们要创建 或者说我们要申请一个零点缓冲区 然后我们就是上传我们的零点数据 在UVT3D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些操作 因为UVT3D已经帮我们封装好了 在这一套课程当中 设计到了比较底层的东西 但是在UVT3D里面 我们无法接触到这些底层的东西 因此在这一套课程当中 我们就主要以OpenGL为例来进行学习 在这里我私信已经给大家写好了一段代码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零点缓冲区 创建的过程就行了 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 无论在OpenGL里面还是在DX里面 这个过程都是必须的 并且这个过程几乎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OpenGL里面 首先我们会创建一个点点缓冲区 然后我们会绑定这一个缓冲区 绑定之后我们就会上传我们的数据 到对应的缓冲区上面去 那么在上传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指定我们上传数据的内存大小 以及我们的数据 当我们上传完数据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点点缓冲区 如果我们有多个不同的模型 我们就会有多个不同的点点缓冲区 在对模型进行渲染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告诉GPU 我们使用的是哪一个点点缓冲区 然后GPU就会去寻找对应的点点缓冲区 然后进行相关的计算 今天我们学习了点点缓冲区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GPU它无法知道 我们传入的点点数据 到底是如何组成众多三角形的 那么在下一节课程当中 我就会为大家讲解到 所以以及所以缓冲区的概念 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